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你知道台湾正在涨高吗 尤其是在西南部一带 大家以为是土壤异化 是人们居住的住家倾斜地层下陷的原因 但现在要颠覆了 这一年多来国内的地质专家们了解到 原来是因为泥火山在作怪 它有个名词叫做泥灌陆体 从海底一路延伸到陆地上 在陆地上表现的特征是泥火山喷发 而目前所知影响到的是南俄高某隧道 这几年来因此位移了100多公分 这是工程单位电气维修时 惊讶发现桥墩跟桥面不明原因的位移 深入调查才发现原来是泥灌陆体导致 而工程单位竟然发挥了渔工移山的精神 把台湾的山体一产一产的产平运走 而高架桥变成了平坦的路面 还有多所的学校跟建筑物 还有路面出现的台深以及裂缝 而对你我的理想又会是什么呢 张化台南多处的土壤异化 以及围观大楼倒塌 都只是因为地震吗 这一年来专家们实地考察发现 还存在另一股力量正扰动 一台大火车进到中寮隧道 因为路面不平上下跳动 竟打破了天花板上的灯具 仔细看须线是排水沟 和天花板都已经往上抬升 反方向看排水路面不是平的 一路抬高 中寮隧道出口是连接田寮高架桥 89年到102年位移了80公分 到106年又往右移30公分 维修的工程单位一开始并不清楚原因 打造了钢构支撑桥蹲接缝 面对我们光秃秃的这一面 这就是宁岩山的特色 跟它平行的 这是南二高的高速公路 在我脚下正下方 它就是中寮隧道北端的入口处 宁贯入体已经造成国内的工程 这是第一件 它曾经高低差落差到100多公分 现在已经用技术已经把它拉平了 捧面图看 中寮隧道出口处 正式骑山断层上发 工程单位花了一年时间 以渔工移山的精神 把已经抬升了山体产平 以减栽方式补墙结构 多余的山体移到高架桥下填充 最后高架桥不见了 变成了平坦路面 四月重新开通 真是神奇 但若违及建筑物恐怕令人担心 我们来到南部某学校 看到这破裂的花台 校方修补的诱劣 不知原因为何 仔细看断裂胎的磁砖左右离得好远 看出来这个跟这个 对 这边跟地下室是主要连在一起 一个主结构物 那花台这个是附属结构物 那整个一抬升起来之后 它这个附属结构物 它不会跟着主结构物抬升起来 它就被轻动 所以这个大地构造的抬升力量 是很可怕 以往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认为地层下陷 像整个西南部日 这股力量还让围层钢片裸露出来 像这个整个结构物 整个结构物被抬升错动 这个结构物是上来的 上来一拉起来这边就破掉 那很多人会误认为说是一个地层下陷 因为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地质构造 叫中桌背雪轴部附近 每年大概有5到9个mm每年 大概有0.5到0.9公分每年的抬升量 地砖不是平的 比放上去明显破水平 这以上 这只融起来 这地是斜的 它是一个大地构造硬力 它是从这样整个都倾倒 对 所以这个花台是从头到尾法 你看他们也补过 大地硬力你很难用 你补过它没多久 一样都会裂 以往认知的地层错动 现在有更精确的解读 背雪就像我们一本书有没有 把它弄成弯起来一个凹状 那个吐出来就背雪 那像这种泥灌入体 它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会长大 它大在海里面 它边沉积边长大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动的 会动的 火的 所以我们才叫做泥灌入体 所以它即使上路的时候 它很多流体 所以我们路上看到很多泥火山 这个泥火山就是代表 它下面有流体非常旺盛 有不断的泥 水 气喷出来 挤牙膏 你稍微一挤 它就喷出来 源于海底喷发出的泥岩流 和火山岩浆不同 侧面看是泥体不断往上堆积成锥状 隆起到地表呈背脊 台湾西南一带很多泥岩体 从海底一路延伸到陆地 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越世界水火铜源 海里面有非常多的泥灌入体 那路上有很多被歇 那所有路上的泥灌都从海里面 连贯过来 大家所知道的小琉球 颠覆大家想法的小琉球 甚至寿山 迷陀山都是泥灌入体 推起到路上 成岛 成山 我们前往高雄寻找滚水瓶泥火山 位于某科学园区的预定地内 地调所和十大地理系师生实地考察 追踪口就是泥火山喷口 要取样带回去化验 它是非常活动 就代表这一代的地壳是蛮活跃的 材料是相同 因为都是属于古亭坑层 构成地形的材料是泥岩 不光只是静态的材料 而是一个动态的作用的机制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去 比较学界更好的资料 海上 路上的结合起来 非常兴奋 我们现在看到地上这个凸壮物 它其实有一个操场 已经像这样一个一个隆起 校方要赶快把它铺平 以免小朋友会跌倒 那在这边呢 泥火山 你看一看有四个 泥火山在这边 假如流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生 我们来问一下科长 这个泥火山在这里存在多久了 这个泥火山存在可能比我们人类存在还久 这个地质年代都是几个百万年来期的 它要建构一个锥体 可能就是几年 几十年 然后有时候人为一下 就是把它破坏了 沿着七山断车沿线 七山断车沿线有高师大 然后往北就有五山顶 大家很知道五山顶的泥火山 再往北就有新洋旅湖 我们越世界 大滚水 小滚水 然后甚至往北到龙船 有龙船泥火山 这个都是新喷发的 泥火山喷发它也是一个带状 一个区域状 譬如说它的通道被阻塞 那压力就从旁边把它吞出来 看它锥体的形状 就知道它的喷发距离有多高 往泥岩流方向走 树丛都会勾人 连祖先的家也被清门踏户 经过风吹日晒 泥岩流又干涸 只要流过的地方风化又烈 形成了不规则大理石状军列 远望就能看到高铁会影响吗 有待观察 全球最大的泥火山 喷发地 当地人称它Lucy 地下涌出的泥土 水 岩石 和天然气沸腾 掩埋了整个城镇 即使印尼人疯狂的建堤房 仍挡不了 喷发巅峰在2006年 每天能填满72个 奥运会规格的泳池 也迫使6万人离家 这些泥人象征 请求赔偿的民众 因为他们都只领到两成赔偿 没有全额赔偿 原本这里有16个村落和工厂 然后当你看到这些 这些标准 其实是指示人士 在抗议 然后他们还在抗议 有数千砺码 所以他们在中央标准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停止了 到2017年科学家们才弄清楚 泥浆流为何喷不停 原来Lucy底下和附近的 阿珠诺维利朗火山是相连的 这火山灼热岩浆 其实在烘烤着Lucy下方 富含有机物的沉积岩 这过程产生的气体形成压力 当压力不断上升 直到地震发生就会爆发 科学家们也发现 Lucy在泥浆开始流动的前两天 发生了6.3级地震 至今还在喷发 让政府很头痛 而台湾的泥灌入体 和土壤异化有什么关联 旁边骑山断层也有关系 现在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排除没关系 它绝对不会单一发生 它这个东西一定会 跟旁边的断层有互相作用 那我们这个作用机制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那一定会有关系 它的泥是从下面堵上来 水量够大 噴发出来可以平衡一下 很多的流体这样 噴出来 但泥灌入体抬生地表 和土壤异化下沉 不就形成相反的两个力道吗 可是台湾的侵蚀冲刷力 也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你抬生很多 它大部分都被侵蚀掉 所以你没有看到台湾 高山实际上都已经在长大 所以我们路上这边 也是实际在长大 泥灌入体的发现 吸引地科相关科系实刊拍照 专家提醒 南部的重大工程 例如高铁南岩 或台铁地下化 施作的工法 都需要把泥灌入体考虑进去 让结构物与灾害和平共存